卖韩鲜的地方 市场里有卖这个带鱼的 看看还买一条 这个稍微好一点的 这个油带也掉 还有三种 他说没有刚才那个好 还是这种虽然看着不好看 但是好吃 那就来两条吧 这个多少钱一价老板 30块钱一价 那个不好吃的价格便宜了 试试 大家我是老田 好久没有烧带鱼吃了 今天买两条 他说是这个油带 价格高一点 但是味道好 回去呢 我们做那个糖醋带鱼 两条这个油带 它卖像不是那种特别好看的 他说吃是口感好的 我们给它处理一下 第一个 很多人说这个带鱼上面的铃 不要刮 是道理是对的 但是我们红烧的菜 如果你不刮掉 锅里一煎一烧 满锅都是那种 就是白白的这种 出菜又难看 我们用这个钢丝条 给它稍微这样刷醒一下 它烧出来就清爽好多 差不多这样简单的刷醒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尾巴我们切掉不要了 背上有一排这个刺 我们给它这样剪掉了 这个鱼头我们也不要了 全部选这个鸡选中间段 把它肚子剪开 今天这个带鱼新鲜还是蛮新鲜的 里面全部给它处理干净 这个黑膜全部要扯掉 如果是这个带鱼不新鲜 这个肉就是烂的那种状态 带鱼全部处理好以后呢 我们要给它切成长段 就剪刀剪一下就行了 大概就是七八公分长 太短了也不好看 剪成这样的段 盆里加点葱 多来点生姜 来两勺盐 放点糖 糖是可以去腥的 胡椒粉 黄酒 然后拿手给它抓拌均匀 把这些料汁抓到一起来 汁给它抓出来 把这个带鱼放进来 带鱼要给它腌制一下 把这个料和带鱼拌均匀 拌均匀以后呢 我们提前一样半个小时左右 因为带鱼它是很新气的东西 我们再来准备一个花菜炒一下 要买这种就是杆子比较长的 这叫有精花菜 短短的那个就不好吃 先给它切成小块 切好的花菜 我们再给它泡洗一下 再配几个胡萝卜 配下颜色 木耳放两个 花菜里我们切一点这个肥的咸肉丁 爆一下 等于就是用昏油来炒这个花菜 昏油炒菜很香的 我们就全部给它切成这种小丁 再准备一点这个葱姜切成丝 我们先把带鱼给它烧它 锅烧热以后呢 把上次煎东西的油我们倒锅里 来煎一下这个带鱼 腌好的带鱼呢 我们给它均匀地码在这个盘子里面 上面给它裹上一层淀粉 我们试一下这个油温 大概在六七层热左右的时候呢 来下这个带鱼啊 一个一个给它下去 这个带鱼啊 有人喜欢吃老一点 有人喜欢吃嫩一点 就是我喜欢吃炸干一点之后 再烧出来更香一点 我们就下锅不要动它 等它定型了以后再动 不要怕它粘起来啊 炸定型了以后它 自然而然就不会粘了 这个表面呢煎到金黄 这样就差不多了 油给它沥干净 捞出来先 留底油下入姜丝 爆一下以后下葱蒜 把料头给它爆香 炒香以后呢 我们把刚才煎好的带鱼 直接给它放在上面 然后沿着这个锅边 多放一点黄酒 给它转动一下啊 让它黄酒下就挥发一下 酒香味也挥发出来 现在呢开始加一点这个生抽 少来一点老抽上颜色 来上一点陈醋 陈醋要多放一点啊 再给它转动一下啊 给它直接加水 水没过食材就可以了啊 这个盐要少放一点啊 盐不要太多 放了那么多酱油了 我们里面放一点冰糖 冰糖烧出来颜色好看 再来一些白糖 糖醋的嘛 糖一定要多一点 甜口再烧啊 来它一点胡椒粉 上面呢再给它放上一把小葱 给它盖上锅盖 我们调成小火 煮个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不要把汤汁熬干掉了 要少带一点点糖汁 把上面的葱剪掉 让它们叙叙叙叙叙的不好看 剪好以后出锅之前 我们再给它淋一点这个醋 然后开大火啊 把这个汁给它收一下 我们下来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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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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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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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比较改变